想和你好好谈心 老婆如果很喜欢对老公描述一些最近的心理烦恼 压力啦或是抱怨小孩啦 久而久之老公会觉得很烦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拒绝 于是每次老婆一开口 老公就想尽借口逃走 其实老婆只是要秀秀 而老公呢下班回来总是要描述一些身体症状 好比说腰酸背痛啊头昏脑胀啊 而听到这些的老婆很焦虑 就一直想办法改善 比如说提醒他要运动 要挂号看病啦等等 其实老公只是要被感谢 这样的情境往往让两个人搞得非常不愉快 一方觉得负面的抱怨像炸弹 每天炸向自己 另一方却觉得你每天埋怨身体不舒服 让我压力好大 要你改善又闻风不动 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是 老婆只是要秀秀 老公只是要被拍拍手 可是最后却让两个人都很寂寞 深刻了解是最好的陪伴 我是婚姻资商师马杜云 做自己的主人 找回你的心 应心电子 真心祝福 真心祝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